喝酒喝到丑态百出全都被拍了下来 这是在新北市有一群四十几岁的中年男子 下班之后相约到热炒店去吃饭喝酒 没有想到呢三杯黄汤下肚 几个人一言不合却打了起来 居然有人翻桌有人拿椅子要砸人 前面吃饭喝酒聊得开心 突然之间三五好友翻桌炒成一团 直接就在热炒店里上演全五行 其中一名男子当场就被压在地上 另外一名穿着蓝色上一个男子拿起椅子 直接对着朋友的头上猛打 一群人打成一团 从店内打到店外热炒店里也是满目疮痍 就怕遭到波及 连坐在隔壁桌的客人也是纷纷闪病 走走走 走热了啦 现在去 我怕好怕 现在去 我在汽址建成路上的这家热炒店 二号晚间传出有酒客打架闹事 原本是好朋友相约聚餐吃饭 没想到三杯黄汤下肚起了头脚 竟然不顾朋友情仪直接翻桌动手打人 就是两个人原本是好朋友 就讲到什么激动处还是怎样吧 碰碰撞撞是会啦 哪有没有翻啦 一群人打成一团已经分不清楚谁是打人的 谁是劝架的 最后惊动警方到场 同房自尊也会也不提告 只不过喝酒喝到翻桌打架 不仅伤了朋友的情谊 也成了最坏事犯 记住郭亚铃桌天杰 新北市报道